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这轮间那个空房子里面 地板又冷又硬的 我感觉我自己的身体好像一直往上飘 一直往上扶 我想去抓住这些什么东西 但是又抓不到 我的身体只是一直往上飞了上去 风刮得我都快晒不住了 我带着班上的兵 赶到附近的民房去帮忙抢救 风好大 雨也拼命的下了 我心里想说 他妈这真是鬼台风啊 我们好不容易放一个架 虽然是下午 天色灰灰蒙蒙的 灰蒙蒙的天 一下子变得蓝了起来 好蓝好蓝的天了 可是忽然间蓝色不见了 我在没有颜色的天空中 飞的 飘的 游的 水淹的好深 大家都涉水前进嘛 老远老远 我们看到有一棵大树干冲了过来 大家都躲开来了 我就大声地叫 歌王 唱唱歌 把打气哦 可是没有声音 最爱唱歌的歌王呢 怎么会没有歌声 没有颜色 像空气一样很干净 像一张非常干净的素描一样 在那里 在那边 它突然变成了一棵大树 它被大水冲走了 它变成了树 它变成了一条条的千里线 在没有颜色的天空中 勾着画着 唱啦歌王唱啦 一条条的千里线 只有风筝跟雨神 变成了一幅美丽的素描 我拼命游上它 我想抱住它 再也没有 多的千里线 也要避免 咁不透彈的素描 不透录 或者这一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